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老编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继续大家从这张九弯球部的精彩队局 由刺客对鬼席势,双方是一场巅峰队局 看一下双方都是三问,这个是SP版本 那之前有人问我,这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增加了小跳,三问,连技术还有30%的血量 那就是说有小跳的版本,它可以像9798一样 用小跳来进攻对手 所以说它是一个小跳和DX版本 并存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 至少是现在为止,还算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并没有改变游戏的属性,兄弟你从哪里走 留下来喝杯茶,留下来吃一颗我新做的大力丸 请不要走得那么快,想溜 不科学 来的都是客,来了不吃饭怎么可以 好,钢弹过来,多闪攻击 没有打到对方回程跳CD 这个版本钢弹有了小跳 得到非常大的增强 而且它的站A接甩球 甩丸子啊,是可以接上连招的 好,近身 下盘 完了 跳地身后啊,一般是上下折 跳地打了逆向 对方转身之际 马上可以上跳地或者偷下盘都可以 上跳地的话是一个中断技能 看下拉尔夫 完了 差一点 没有打晕 好,抢空 依旧逼在旁边 那拉尔夫其实不太怕这个忍者 挺黏着他打 但是有气的拉尔夫 没有什么优势啊 黏不住了 又会把头上推远 像这种有指令头打击斗的角色 一定要黏住对手 好,黏的不错啊 对吧 到现在为止黏的还不错 对方一个天马脚出来 完了 好,近身反身跳 这边也是出来一个响应斩 完 近身跳先打了一个正向再回 再回逆向啊 也是先打逆向再回正向 打逆回正 所以说不太好判断 完了 差一点 近身板边要穿透 完了 12345678 哇,漂亮 水神古破产 再那个必杀 哇,完美 真的完美 异常的完美 好,看一下双方第二拳 这把悬上了 鬼机是最强的克拉克 那么看一下这把打的如何 走 好,连续反身跳 好,两个下笔搓一下起飞 不要动 好,打身后对方转身 再来 再也给 投销盘 打身后 战C没有取消 那他的战C可以取消第一段或第二段都可以啊 所以你怎么取消 但是手法要求非常精确 可以说太难了 好,四连 再打身后 重了一笔杀 兄弟 打身后 枪转了 啊 多闪攻击 枪转 这个很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来 八神 打一个安全招 挑身后 展示一段起飞 不给机会啊 再来 12345 跑抓 1234 直接接跑抓 哇,这个手法控制要到非常的精确 不然就出了一个 下C 有可能出下D 也会 紧扣板边 哦 打了一个 板边出格 百合者 什么鬼 就人在外面啊 百合者 百合者在外面 人在里面 哇 这个克拉克黏的 已经太黏糊了 像詹楚教一样 站住 哇 什么鬼 这个手法 没有谁了 下壁 取消 战士一段取消 这个多废操作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好 一脚 ACC 紧身抓 跳CD 灰空一会 多闪 来不及转身 肌肉被抓 起飞了 兄弟 一二三四 又没出来 怎么打 实际 不过这把V3 应该难度不大了啊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再来再来 哦 反身转下来 要玩了 哇 差一点 一绝 美中不足啊 居然被大门弄死了 好 现在我们老中医 慢慢的向你靠近 来喝一壶老婆叔 老婆叔 来喝一壶 来喝一壶 谁给你喝一壶 谁给你喝一壶 走过来走 来 一般边 刺客知道自己撑不过去了 也是放弃了吃药 要么敢爱敢狠 快一认胜 要么没戏没飞 单纯到底 好的 那今天就让大家放松到那边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